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竟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第二篇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 我们要睁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诸必吃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 在列路中惊吓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 摇将的瓦器摔碎 现在 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 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 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精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 恐怕他发露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路气 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 耶和华 我的敌人何其家争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希拉 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身影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希拉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抽敌的筛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希拉 诗篇第四篇 嫌我唯一的神啊 我呼吁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 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 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荣 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要到几时呢 希拉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 已经分别前程人 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希拉 当献上公义的祭 又当依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 什么好处 耶和华 求你扬起脸来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 五股心酒的人 我必安然 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第五篇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我的王 我的神啊 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耶和华 早晨 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 我必向你 承明我的心意 并要警醒 因为 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 恶人 不能与你同居 狂傲人 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 都是你所恨恶的 说谎言的 你必灭绝 耗流人血 弄诡诈的 都为耶和华 所证悟 至于我 我必凭你 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耶和华 求你因我的仇敌 凭你的公义 引领我 使你的道路 在我面前正直 因为他们的口中 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 惨媚人 神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 因自己的计谋 跌倒 愿你在他们 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租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凡投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 因为你护比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 都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 耶和华 你必用恩惠 如同盾牌 四面 护卫他 真言 第一章 以色列王大魏儿子 所罗门的真言 要使人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慧 分辨通达的言语 使人处事 领受智慧 仁义公平 正直的训慧 使愚人 灵明 使少年人 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 听见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 得着智谋 使人 明白真言和辟喻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 和谋语 敬畏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 愚望人 藐视智慧和训慧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慧 不可离弃 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做 你头上的华官 你向上的金念 我儿 恶人若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 他们若说 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 要敦服 害无罪之人 我们好像阴间 把他们活活吞下 他们如同下坑的人 被我们胡伦吞了 我们必得各样宝物 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 我们共用一个囊带 我儿 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 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好像飞鸟 网罗射在眼前 仍不躲避 这些人埋伏 是为自流几血 敦服 是为自害几命 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 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 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语 说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泄曼人喜欢泄曼 愚丸人恨恶之事 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 我身手无人理会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 不肯受我的责备 你们遭灾难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我必吃笑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 灾难来到如同暴风 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找我 却寻不见 因为你们恨恶之事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不听我的劝戒 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所以必吃自揭的果子 充满自赦的计谋 愚昧人被盗 必杀己身 愚昧人安逸 愚昧人安逸 必害己命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